各位好人請起立 走開 請坐 眾將官五安大家好 好 這個時候聲音都很好 因為待會要回去 不是說要聽 因為好不容易 走到現在三點半就要回去 所以這個課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 大家都笑臉 都笑臉 頭一天不一定 不一定都笑臉 臉都閉閉 我要上去以前 我先選擇幾個事情 上面的寢室 八號到九號 聽說包包有人去拿不對 所以你要回去 你不能拿別人的包包 回去找到這個不是我的 你等一下再檢查一下 另外呢 稍等會上一號 那個做補文燈 這個油老闆說 我補文燈已經不夠那麼多了 這一次來三百幾個 我哪有辦法 所以補文燈呢 有剩兩百五十個 台燈啊 八十個 有三百三十個 所以呢 你只有能夠拿一樣 只能夠拿一項回來 再說一次 不可以說我的朋友他不在 我拿一拿不行 你的手上只能夠拿一項 一項就是補文燈 還是那個台燈 你只有哪 那是油先生送給各位 各位 大家謝謝 謝謝 謝謝 沒有啦 不是看那邊啦 不是看那邊 有在看視訊啦 他有在看視訊 不錯耶 我北北這邊 很高興的 說你給他拍手 不是啦 油先生一定要看視訊 另外呢 我們這期 我們的拍照 我們分成四個梯次 分成四個梯次 有找到沒有 左透爐 左透爐 嚇到邦經啦 跟民進黨一樣啦 嚇到邦經啦 不怪我找到整個梯次 我們主權在哪裡 找不到 這最好的證明 很差別的 生活中可以看出民進黨跟台獨聯盟 當然國民黨也是一樣 因為我說 常常你把民進黨跟台獨聯盟 大家說 你國民黨從來都不批評 你在看什麼 因為國民黨已經賣到時候 不用跟他批評就很賣了 所以我懶得去講他 現在那一項的時候 第一提出是高雄 高雄的九十三位跟福利會的高雲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呢 就是台中州跟台南州 第二梯次 第三梯次呢 新竹州 新竹州跟台北州 最後一個梯次呢 是宜花東州跟高沙族 一起拍照 所以呢 等一下拍照 分成四個梯次 你不要跑錯 當然你萬一跑錯也沒有關係 攝影一次就好了 你如果第一梯次撿不到 你就攝影第二梯次 第二梯次沒有拍到 最後 第三 最後 第四梯次你再沒有拍到 對不起 下個月你再來 要說清楚 我直接說他報告 下一集的 那是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不是 二十九 三十 到三十一 第十二屆 那是三月份 所以我們這一個月 再有一百個高級班 台灣這個所在呢 現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面 有兩個政府 不是我講的 美國跟我說的 這兩個政府 第一個叫做 台灣政府 就是台灣民政府 另外一個政府 照獨立來講 應該叫做 台灣 authority 台灣當局 台灣當局的政府 但是國民黨他就不建設 他就跟你說 那個台灣當局就是中華民國 美國從來沒有講台灣當局是中華民國 因為台灣當局 照獨立來講 是美國軍事政府委託的一個管理當局 這個中國國民黨 因為他來提台灣在殖民 為什麼叫殖民 有人說奇怪呢 為什麼他叫 中國國民黨說為什麼殖民台灣 因為殖民的意思是說 他去別的地方 在殖民一家人來住在這裡 同時給他的身份證明 就是給他身份證 因為給你身份證 代表說他要永久居留 那就是殖民 所以中國的殖民政權 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在1949年12月3號就宣布說 他們遷都台北 想有清楚喔 他不是遷都台灣喔 因為在國際法裡面 他的名稱叫做 Chinese Taipei 他不是叫Chinese Taiwan喔 在國際法裡面 不能說Chinese Taiwan 因為流亡在那個地方一定是一個城市 只有寫城市 例如法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 他流亡在倫敦 所以他叫French 和倫敦 韓國流亡政府在上海 Korea和上海 所以這是世界的國際法的規定 但是因為中華民國 他不愛說他是流亡 他說他擁有台灣 事實上沒有人信任 全世界沒有人信任 只是他自己說 但是我們的教育裡面 我們就搞不清楚 所以他用Chinese Taipei 台灣人就多給我翻譯一堆 Chinese Taipei就是中國台北 甚至於說中華台北 其實都錯了 應該是Chinese 流亡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國流亡政權在台北 才是Chinese Taipei的真正正正的名稱 所以蔡英文 他說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他不說 他講對了 但是講對了 以後 科學就是李定緯 李定緯又跟他說 因為李定緯去答應 中華民國 說要讓中華民國空間 但是我們要問李定緯申請 你讓我們台灣人空間在哪裡 我們台灣人沒有空間 他就不知道嗎 你看看中國人流亡在台灣車廂好 他是靈民是流亡的人 來自台灣 起床給住 叫做眷村 眷村改建都比什麼人更漂亮 你如果有機會 台北市你看看 台北市的民生棟路跟山民路 那裡沒什麼人住 但是起到有夠讚 還有那個民生棟路 那個飛行 那個空軍的眷村 沒人在住 他怎麼沒人在住 他都走去中國去了 走去中國 他不可以賣 所以你不能說 他在台灣 鄉修 他過去跟我們騙他 他保衛台灣 其實保衛台灣的 不是中國人 是什麼人 是美國第七艦隊 保護台灣 大家都不知道 為什麼 很簡單 那個一九五空年的六月二七 寒戰爆發的第二天 六月二五 寒戰爆發 六月二十七號的時候 杜鶴門宣佈說 台灣地位 過程 就要等到台灣地位 太平洋地區和平穩定以後 現在說台灣的地位 所以你就看 那時候到今天 美國態度沒有改變 但是美國到現在最近 因為我們研究建政法 他現在知道說 啊 你們這些台灣人 已經知道說 台灣 在這個國際法的地位 他美國已經沒有辦法再隱藏 各位 我可以跟各位說 我發現的時候 剛好2005年 那時候開始發言 剛好多久 剛好經過六十年了 如果印象國人有一個一家族 台灣人說一家族 六十年嘛 一個輪迴嘛 剛好六十年了 剛好六十年了 所以發言的時候 開始他説 啊説之後呢 本來是說 親親採採採 尤其是這個國務院 很苦 我説的時候 他跟我說 他用一個什麼理由 他說國家免數 就是國家 不用讓人説 當然國家免數 在國際法內裡有這條 但是我真的 我不要用 這個做國家的問題 來説 我用什麼 人權 美國不是推崇 人權主義嗎 這個人權是世界上 所公認的嘛 我台灣人的人權 你拿著 我台灣人到今天為止 我沒有出國旅行的護照 還是旅行證件 怎麼說 你知道說 我們這邊 以歐巴馬就職 我發華盛頓郵報 用旅行證件 那旅行證件 是美國軍事政府所合法的呢 你美國的軍事政府 怎麼沒有合法給我 你如果用一個中華民國 現在中華民國 所以你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全世界都知道 中華民國 沒有這個東西 是一個虛擬的 我去找虛擬的東西買到簽證 所以你看 不是說不用簽證 本來是AIT版簽證 AIT本來有四百五十個完工 今天剩多少 四十個 整個AIT剩四十個人而已 都走一堆 都都Lay off 解散 為什麼解散 因為 內府在要起床 來給金福路一百號 這個金福路 有台灣人要去看 可以看嗎 不 台灣民政府 中華派三個人去現場 我們拿新聞政 台灣政府 他非常歡迎 讓我們人在裡面去看 看裡面去設備 當然還不好 但是我高級 我高級 幾年 你絕對看得到 所以我才跟你要求 USMG 軍事政府機器 你還要買 如果想不到 美軍一台的時候 沒有你也會掛出來 給我反應一下 你剛才掛幾包也沒人聽 旗子掛就掛 這樣好不好 好 你有買嗎 有 真的假的 來有買的牙手 好 好 那是美國軍事 你也不要這樣 好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各位 因為我們高級班的 我們是後面民政府 台灣政府的高級官員 這沒有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們有一個文宣 文宣說 以後健保免費 但是我有一個官員 有 零有台灣政府 身份證的人 不是專民 所有人 兩千三百萬 是兩千萬 只有我們的身份 我才把你當成 台灣人 我把你當成台灣人 而且你是革命 先行者 所以你才可以免費 我告訴你 你只花那一千萬 你墮碳有夠多 我告訴你 賺整四人 全世界有這個好看的嗎 所以 我雖然這樣說 我看後期十二條爆滿 一定要把酒長先報名 報名是你們同意的 不要再怪 我把酒長 今天跟酒長說 你不太控制 美國會抱怨 你看 我們現在這麼多人 其實我們這個 錄像帶 錄影帶 美國都在觀看 我今天早上就接著電話了 喂 Roger 我們不承認你的視訊 當然 我有告訴你 這一次例外 因為這一次事件 我不知道 誰叫你來 你自己來 對不對 這個人來 不是不用高錢 當然 這個錢不是高給我 就是應該 我們那個郵先生 用這個地方 讓我們修容 他不是說 他都不夠多 所以你不能想說 哇三百的 我叫他嘆氣 他沒有嘆氣 他不用擔憂 他連六六四 所以我是為了要跟各位說 就是說 以後我們要控制這些 這些人員 因為美國會說 這樣子的話 那個效果會不好 因為以前我剛才有去看 那個後邊 那裡 有的人總是會有人打瞌睡 但是呢 總是會有人打瞌睡 視訊 說到購買打瞌睡 但是我不會 我最初都不會看人打瞌睡 你們都沒有打瞌睡 打瞌睡請舉手 沒有 好 這樣很好 但是 是 我要跟各位說 因為 美國是我們的管理單位 他這樣說 我們就要 另外 我們台灣政府的牌棒 已經立上來了 所以你如果怕你 有時間 要理會的時候 去合力不錯 那是算第一堆 那以後 只有我們有而已 那是 註冊商標 有人說要看白紙 黑照 所以不只美國 國務院 美國司法部 美國的那個單位 給我們的牌 我 全部都有七張 我現在公佈兩張 公佈兩張 公佈兩張 三百三十元 還公佈來 這麼後面 所以 我要跟各位說 就是 我是希望說 你們要真的認識這個論述 然後心甘情願 來受訓 各位你有心甘情願來受訓 有嗎 有嗎 有的手 沒辦法聽 其實 其實我們聽人講 你來受訓是對的 真的對 真的對 怎麼說呢 我們一定會接到政權 但是你不用高興 你接到政權 各位你要經營 這是重要 台灣人從來沒有政權過 你不是看民進黨還是國民黨 那不是台灣人的政權 那是中華民國的政權 那是延續 中華民國為中國 那是一個流亡政權 那個根本也不算政權 所以有很多事情 你如果成何中 你注意看 他中華民國的政策 和設施 設備 他的構想 你會覺得說 好奇怪的一個政府 因為流亡 流亡政權 不能就地合法 不能就地合法 所以你要看 我們台灣可以 在這個 1970年代 經濟大突飛 大猛進 那時候不是 我們台灣人很厲害 你要看我們這個外路 當然要外流 來台灣有打名嗎 很打名 真的很打名 你看外路做 所有的工廠 很多外路在做的 但是那個外路來做的時候 都是拼到要害 整身去黑漆漆 那就是很打名 所以 當然那些人 不是他們沒有打名 是因為他們出產的東西 沒有人要去買 包括在地 那個時候 因為美國是軍事政府 政府折名台灣 他有義務來協助台灣 為了反共的需要 所以開放美國的市場 讓我們台灣的 產品輸入 美國 所以美國 今天台灣的經濟 是那個時候造成的 不是因為說 你台灣人很聰明 不是你台灣人很打拼 NO 是美國開放市場給你 現在一樣 我們美國一次來 要求美國 你把軍事政府折名 你要開放市場給我 不是美牛 可以進口 你什麼台灣的東西 要進口去美國 他也要讓我們進口 而且要免稅 所以後來 我一直非常的重視 農業就是這個原因 我給你保證 我們如果這場 農業去做 一定很好 因為你的農產品 一定政府給你收買 政府給你收買 5塊給你收買 要賣多少可能賣3塊 兩塊的保證政府 賣掉 但是做事的人 一定要讓你過 很好的生活 絕對不是 像中華民國 這些人說 叫你不要做事 要給你補貼 補貼都照一座 照一座 照一座 高科技 電腦 現在電腦 Apple 現在不可以買 不可以買 不可以買 他就死了 所以我剛才有說過 郭台銘 標籤不夠久 他現在 開始在轉行 我剛才就說過 一年前 我上次就說過 他是早晚要轉行 他今天 Apple 你叫他做的 在中國做的 那個利潤 都非常非常高 但是因為 數量很大 所以他就有那個錢 你想說中國人 這個中國的高級的幹部 中央 他還不知道 他們也很清楚 現在Apple 如果收起來 我跟你說 郭台銘一定會轉行 其實他有在嘗試轉行 我看得出來 這個人 是也有一點聰明 但是 他不夠聰明 他真的聰明的時候 他應該留在台灣才對 但是留在台灣 我們也是主導問題 但是今天 因為美國 歐巴馬的一些政策 讓美國的很多企業 開始搬回去 以美國去做 這樣就刺激他 當地 生產力 每一個人的失業率 也開始 不會說失業 那麼多 我們台灣 現在失業率 絕對超過 於中華美國 留望政府所公佈 年輕人都沒有討論 甚至兩萬人 萬別也沒有討論 現在都QQ 都是靠肉族 比較多 老爸 老爸 聽小孩 就跟小孩說 沒關係 賺萬別 不好 不用了 不用了 回來 我告訴你 回來很害 所以有很多 年輕人變成無自棘 做老爸 就是 因為年輕人 有老一段 甚至有十八%的 所以十八% 他才會說 支持在民進黨 絕對無法支持在民進黨 他就在家裡 就錢 他拿錢 他就要支持 但是福哥在因為 馬英雄現在開始結束他的賬款 他要結束他以前 他開始 哦 什麼就給你去 你看 核四 照相對 百經費 現在他去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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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 這種的利潤 我告訴你 如果我們的總理 絕對可以抵擋 因為 他做些人 他才要做些 多錢給他也不好 所以你們要放心 我們大家逛的 這個 蔡基元 真的是我們很好的總理 大家拍照 我們的議長 我們的議長 一個參議員的議長 張文彥 也是非常優秀 他是高修 他本來是 研究所的 所長 議所 的研究所 還有我們的 農業的專家 你們最高級的 聽說你們的科 大家都笑到 那些 潘良華 躲在水邊的蕃 那他說 所以我告訴各位 我們經過 所以我告訴各位 我們這些人 尤其我們這些人 你不用覺得你沒有優秀 你真的很優秀 你真的很優秀 只不過是因為沒有人發現你 你發現你 你真的那麼優秀 事實上台灣民主 就是發現你這麼優秀 所以當然 你要知道 就是後來 這個四千萬 他的憲報 不是只有憲報而已 因為你現在花一千塊 然後我們的議長 就先給你五千 坦白說 坦白講 那時候在講這個 我是不太贊成 這樣不像用利益 給你引流 應該是讓你自己覺得 我是台灣人 我如果要簽台灣 身分證這麼對 你說對不對 對 所以五千塊 不用本來對不對 對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第二次的聲音親隨 不過這樣 這有經過 我們內部開會 總理 跟議長 定就定了 你有開心嗎 你不可以拍手 我說你不可以拍手 你又拍手 人都很貪心 不怪 你看看那十八拍 要拿一條 你有沒有看到嗎 對不對 拿不掉嘛 其他講 五千這樣 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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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就說 那怎麼就說 我們用什麼 不可以拍手 因為我們說 十八歲以上的 男朋友和女兒子 政府破壞 給你一棟房子 但是你要拿一棟房子 你就不能領十八拍 有利嗎 有 你要領房子 要領十八拍 當然要領房子 比較高的才 要領十八拍 一間房子過千萬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用 錢的錢 有老婆 因為最近很多人在問 秘書上 我老婆要結識到 我跟他說 農民跟老公 我們非常 跟漁民 我們絕對要照顧這些人 這些人 做事人 我有時候說 做事人很不簡單 我是不可以做過世 所以我有時候想說 很慚愧 尤其 每天說到你吃貨 我以前年輕 我不要吃過貨 因為我爸爸是獨行 我老公有錢 所以我從來沒有吃過苦 有些人跟他說 我小孩的時候 都沒有穿布 我都點點 我感覺很丟臉 我怎麼會穿布 我爸爸媽媽要花穿布 我如果不要穿布 就好 但是我都穿布 所以說 真的我沒有吃過苦 我會穿布 當然 在家裡也好 親戚朋友 都會受到優待 但是 因為受到優待 也讓我有很寬鬆的 所長 我的所長 可能比較不相同 所以我告訴你 我的心目中的偶像 就是 乃木西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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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本的一個大將 在明治天皇的時候 率領日本的軍隊 跟蘇聯打敗 乃木西典 乃木西典 在我們台灣做的總督 第四人的總督 乃木西典 乃木西典 日本天皇貴姓 他主宰 有的人 日本人是說 這是漁中 但是他們那個時工背景 對日本天皇的校長 他們是議員說 這世面就是日本天皇貴的 你日本天皇死 他就對死 那是不對 以現在的眼光看起來是不對 但是在那個時候的眼光來看 他就得到很多人的贊賞 所以乃木西典 在全日本 給他賦名 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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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神 武裝的武 武神 所以我的日本名字叫 武靈 武就是 武裝的武 武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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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這樣的意義在裡面 所以日本人來的時候 我都跟他說 我的日本名字 我日本名字 以前我老爸的時候 他就日本時代 在1937年的時候 他就開始改名 改做日本的賦名 所以在那個時候 當然 我們台灣人 有的人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 在1937年 剛才去改名全台灣 那時候是差不多三百萬幾 三百多萬戶 三百多萬 那時候 差不多十分錢的人 改賦名 就是六百多萬 在1945年4月1號 日本天皇在選佈 台灣民治憲法的時候 台灣人 因為這個萬國公法的規定 台灣人 不管你有改名 沒有改名 你都變成日本人 變成日本帝國的國籍 這是沒有辦法否定的事實 所以我常常說 但是這個日本的 日本的 日本帝國的國籍 並不是說 我們是日本 現主席的日本 政府的國籍 所以你要搞清楚 所以有人去告別日本 說我應該是日本國籍 因為我外國人 都日本人 所以我變日本國籍 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的日本 已經不一樣了 雖然 他一樣是遵從日本天皇 我們台灣現主席是日本天皇 要給他懸掛起來 但是台灣人 如果要拿到國籍 一定要講 日本天皇 得到他 來認命台灣總督 然後總督一就任 台灣人的國籍 就自然恢復 所以這個事情 稍微比較深 所以我在台灣解答裡面有寫 你要去看 所以你今天看以後 我在每一次 在台灣 台灣的民政府的官網 我們會有 其實美國台灣政府官網的網址 已經給我們 是用GOV的 就是政府的 但是因為到今天為止 他們還沒有批 所以我們這個網址 暫時還不會用 我們現在先用的是 用USMGTCG.NING.com 為什麼用NING 因為NING的主機 是放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 比較不會受到中國網均的攻擊 如果中國人 看到我們的網站 都很刺激 甚至要將我們的 他們在笑聲說 台灣是他的 他們其實已經知道了 中國的學者 我告訴你 中國的學者 比較有水準的學者 十個已經有教會說 台灣的今天跟中國是 與情 與理 與法 毫無關係 因為毫無關係 所以我相信 他武漢大學 所領導的83位 法學的學術 研究的東西 已經非常清楚 他們研究什麼 他們研究的建政法 我研究以後 他們在2007年 開始下去研究 2009年 他就先找出來 找出來 我打開他看 他不一樣 跟我的研究他不一樣 獨特有一種 他不說到 台灣 他雖然不說 但是很簡單 我已經很清楚 因為這個主持人 是南京軍區的司令員 南京軍區的司令 來率領那些人去研究 所以我絕對說 一句話 中共中央 已經非常清楚的了解說 台灣與中國毫無關係 既然毫無關係 他們對台灣的策略就會改變 所以我早前我有預測 中國一定鋪紅地毯 給你台灣人 給你來走 希望有一天 你希望可以 來跟他們統一 但是各位 語情語理語法 特別是法律上面 我們已經不可能 跟中國統一 無關你怎麼說 都一樣 這個 是非常的重要 大家也要很深切的理解 既然說 我們台灣跟中國 都無關係 中國就是我們的什麼 不是朋友 因為他中國的教育 就是要侵略台灣 他也想要拿台灣 所以你看看這個釣魚台 釣魚台 中國一直都在計較 其實他的計較 不是在計較釣魚台 這計較什麼 台灣 但是 雖然在計較台灣 如果要引起戰爭 我跟各位說 五分鐘 美國跟我說 五分鐘就改割 絕對五分鐘就改割 所以你不能看中國 表面上好像很強 他的強 都是你中華 美國的普通 公義強的 其實他一點都不強 我跟他說一個例子 就聽我 你沒看到 航空母艦上面 沒有飛機的嗎 沒有 只有中國的 航空母艦沒有飛機 不知道為什麼 香港人要做什麼 我真的搞不清楚 他花很多錢 花這麼多錢 要做什麼 他就是要嚇你台灣 讓你台灣人 不敢獨立 其實台灣不會獨立 我們已經在這個所在 宣誓很多次的 台灣絕對不會獨立 台灣 頂多只有自治 要自治的頭前 要先恢復到 日本帝國 日本天皇所統治下的台灣 這是因為建政的依情 要讓歷史回到原點 這歷史回到原點 給我們台灣的地位 落實 正常化 正常化以後 台灣人這麼有可能出頭 所以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國基班 我要向各位說 很簡單的複習一下 我們的國基班所說的 已經須印尼 1941年的12月7號 日本 帝國 去突襲 珍珠港 12月8號 羅斯福 在國會演講 說大日本帝國 邪惡的大日本帝國 攻擊了我們的珍珠港 然後 美國的國會 對日本選擇 日本帝國選擇 就是日本天皇選擇 所以12月9號 中華民國 在南京 在重慶 對 日本選擇 但是那個時候 中華民國 他不是說 中國有三個 這個是 中華民國 在重慶 給美國 給中國 打到照片去 第二個 就是南京的 汪精衛 第三個 毛澤東在延南 所以他在選擇的時候 日本不在乎 日本說 你是哪一個 三個裡面 隨便一個 同時 那是蔣介石 為了宣傳他的 豐功偉業 他說 我對日本宣戰 同時取消 補兵兩條的 我讀書的時候 修學讀書的時候 覺得他很偉大 你看魚 水到我看魚 說膩油 看你外公就好 你有讀這個嗎 有 有 我問你 你讀書的時候 你相信你走 你相信 魚在那裡膩油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我相信 你都不相信 沒有幾個 沒有幾個 你們都相信 那時候也相信 他有偉大嗎 好偉大 取消 不平等條約 有沒有 還有 對日宣戰 我告訴你 我現在 獨法他的脊椎 給你看 你去中興新村 中興新村 他有一個省政府的 那個叫博物館 博物館在那裡 在那裡 剛才拋 我倒邊 怕五十五 向倒邊的 的地方 有這張門 這張門很可笑 很可笑 就是說這個後面 沒寫 後面那個主席 後面那個行政院 什麼長 什麼長 一堆啦 各位 宣戰的人是什麼人 臨身啦 蔣介石宣戰 看著幾個 他在做什麼 做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長可以宣戰嗎 當然不行 再來 我取消不平等條約 我跟你說 所有的條約 戰後的條約 都是不平等的 哪一個條約是平等的 你告訴我 哪一個 全世界沒有戰後的條約 是平等的啦 你就建輸了嘛 你如果不簽了哪 滅亡嘛 滅亡嘛 你如果不願意簽條約 你就滅亡 所以所有的條約 絕對是不平等條約 啊所以不平等條約 可以取消嗎 當然不可以取消啊 那都不用說 以德報應都不用說 各位 臨身啊 臨身啊 他是當初的主席 如果有選前是他 那如果文書上你看 就證明不是蔣介石 所以蔣介石沒有宣戰 但是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日本 日本第一國 沒有回應這個宣戰 就是啥 因為日本不認為 你這一個政府 也寫國民政府 你知道嗎 國民政府 表示說 他不是中國 中華民國呢 你如果說 中華民國對誰宣戰 要寫什麼 中華民國對日本宣戰呢 什麼國民政府 我們台灣政府呢 我們只是說 我們是台灣政府 這個是我們 還沒有一個國家呢 台灣政府 還沒有一個國家呢 所以 國民政府 也還沒有一個國家呢 所以他那個名字 叫做中華民國 但他的中華民國 那時候有兩三個 那時候 汪政府也說 他是中華民國 那時候毛澤東 他也認為他是中華民國 所以 他是用國民政府 所以日本呢 他的副本來寫得很清楚 國民政府 沒有代表中國 這個 憲主席 所以 他的宣戰 也很著名 你看 他這個宣戰 你看看 這種有 有像宣戰嗎 宣戰正式的國際法 上面的宣戰 一定要怎麼樣 某年某月某日 幾點鐘開始 就是 我中華民國 向日本帝國 正式宣戰 正式 露北 他也有向 德國宣戰 向德國宣戰的時候 他就是按照國際法 某年某月某日 幾點 開始宣戰 所以中華民國 哪有宣戰 沒有呢 他沒有宣戰 在這個建政法裡面 根本不算宣戰 所以日本的寇本都想想 我們大日本帝國 對中國 進出 進出中國 他不再出來 他沒有宣戰 所以你如果沒有宣戰 如果嚴格來說 就這個和平條約 沒有請他是對的 你如果沒有宣戰 沒有宣戰 就沒有結束 從頭到頭沒有宣戰 所以 這一筆浮途賬 一筆浮途賬 來掛致台灣人 頭到頭到頭有夠衰 真的有夠衰 我們不知道 我們台灣人很高興 白寶祖的特性 很高的 你有高興嗎 有 沒有說到沒有高興 你有高興嗎 有 他們要說高砂族高興高興 高砂族高興對不對 對不對 他們說台語聽不懂 高砂族 高砂族的人坦白講 都是很 很直的 很坦率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調直 對 他不說 所以 你好 我三不五十 我就握摟一下高砂族 我們現在要捧高砂族 高砂族 坦白講他是受很多苦 至少他替台灣人 爭了很多的面子 今天 台灣民政府 如果能夠 站在這個地方 把中國搶聲 中國搶聲 向美國搶聲 高砂族真的是在後面 幫了很大的力量 為什麼 因為 這是應該的 高砂族 過去 你看那個賽德克巴萊 那個電影 你有看到嗎 我告訴你 那時候 那個高砂族 真真真實 是覺得莫名其妙 你莫名其妙 你日本人在台灣 跟他說不可以做 不可以做這個 他們實在不 都會反抗 平常在打內 打得好好的 現在變成說 我也不能用獵槍 也不能用什麼 所以後面 高砂族我們要給他們 自治區 這些自治區 恢復他們的 原來的生活領地 他們 要打內 我們都不反對 台灣人如果要去 陪他們打內 我們也可以 但是你們要收費 我這次人也要打內 只有一次 我在對 我在美國 夏威夷 我只打內一次 打內 規定地方 在那個地方 才可以用那個獵槍 我知道 中國 他們的打內 是都有 有代價的 跟你規定說 一隻路 多少錢 一隻牛 多少錢 你讓你去打內 我想想說 中國人實在 很特別 打內 不是說你高興打什麼 什麼是你的 沒有 都有代價的 所以 我要說這個 我們要尊重他們的生活領域 他們的生活的習慣 所以以後 我們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也會制定法律 就是說 誰都不可以再去欺騙高砂族的人 高砂族他們 他們原來的土地 這土地的界定就是在日本時代 到最後 日本要離開台灣的那一刻中 他們有一個土地的劃下來 我們把那些土地 原封不動還給他 如果台灣人住在上面 要怎樣 不可以 政府徵收 行為 你看 你如果要發徵收 我就跟你問 你是怎樣做到這個土地 你用騙的 如果騙的 判性的 有利嗎 有 土地不是你們都說有利 如果你們的 你們就反抗了 真的 這是人性 這是人性 不過 如果真正是 高砂人是不利 政府替高砂總 行你錢 行你錢 土地要行人 以後的高砂組呢 有他們自己的警察 他們自己的學校 特別的優惠一點 他們生一個小孩 一百萬 一直到一百二十萬 聽我聽說 但是你不能嫁兩個先生 一個一夫一妻 是我們政府所推動的 一夫一妻 不能一夫多妻 我們絕對不會允許小三小四小五 這中國人 其實中國人他們是允許的 你會記得嗎 他們跟你說什麼 大房 二房 三房 有沒有 他們老早就有這個制度啊 假選啊 他們在假選啊 所以 都不對耶 中國的法律 我告訴你 我們今天台灣政府 做杯 已經立上來了對不對 有的人就說 我們是不是要舉一個 這個什麼 慶祝酒會 開幕式 我說喔 那中國人不然 我們不要去那一條 我們不要來那一條 我們不必 也要磅炮也不行 這樣就好啊 後來的歷史上我們寫 台灣政府 在2013年的1月2號 在美國同意之下 我們成立了台灣民政府 轉變為台灣政府 這樣就好啊 要什麼慶祝 啊不然後來的總理 只剪裁就好了 我們以後沒有剪裁啦 而且我們以後也沒有農曆年啦 你的想法農曆年 對我們台灣的上海落後 你怎麼知道 當然你休假很好啦 一休九天嘛 聽說這幾年來 兩三次休九天 你都沒想到一個問題耶 你這個九天 你一直在休息 全世界都在做工作 一些生產線的人 會靠耶 啊好 1月1號 你沒有休息 全世界都在休息 你看看 只有九天 跟一夜還在休息 你生產力量 你台灣最不最不去掉一個月 我們不用這樣嘛 我們跟日本一樣 跟全世界都一樣就好了嘛 你的進步呢 你的頭腦要改變耶 我們休息一月一號就好了嘛 全世界都一月一號嘛 我們為什麼要休息農曆呢 農曆年 尤其是公家機關不能休息 你要休息可以 不是真的 要扣兩倍的錢 這樣才有利啦 對不對 你有贊成嗎 沒有拍手的 你給我記住 沒有拍手 你要給我記住 我跟你說 你們的頭腦要進步 你台灣政府在上課 你就是要進步你的頭腦啦 你不要老是 用過去的八股封建的思想 放在今天啦 所以呢 我們剛才當時 你叫我一個很奇怪的名稱 我都很不喜歡 我也是一個平常人 政府 這個美國的 這個政權行人 真的我就要休息 為什麼要休息 因為我們後面這些高手很多 我現在都年輕人耶 我們現在現主席 我們的婚姻像是三千名裡面 我把那個資料起來看 我們的博士 大學以上的 大學以上有六百位 不簡單耶 這六百位都是精英耶 當然我不是說 你年紀比較大就不是精英 年紀大有經驗 像我有經驗嘛 這樣你年輕人 我們要給他費用 所以大家不要想說 你要做官做一四人 不過 只有四人可以做一四人 就沒辦法了 你就革命 所以你沒辦法 你就贊到便宜嘛 現在開始 國民黨也好 民進黨也好 台黨也好 開始在跟我們聯絡耶 我們也要加入耶 我說可以 你要加入可以 排隊 我們現在是分年到五十幾 國際班是十一幾 以後我們有政治倫理 一定要照排隊的 他們要排 排在國外的後面 你說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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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我們一定會堅持 你什麼人都一樣 我告訴你 什麼人都一樣 文道有先後 數月有專攻 你們就是革命的先行者 你比他更豪大 當然也不是人豪大 因為我公佈美國生人的 你哪有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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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你不來嘛 不知道 不知道都是舊口 跟我們現在 美國的國務院 我們問說 台灣西方你們知道嗎 他說我們不知道 柏瑞光 開記者會說 我不知道 你看到幾 2千塊 2千塊2年10月2時 就顧美國 那地方那大條 你不知道 美國補助都有 你不知道 台灣有 比較小 自由時報 很小 中國時報也很小 如果說 有一個台灣人 某某某 控告美國 可是失敗了 哇塞 那天 看來這個 棄到會死 人家的形容 他說 定愛 他說定愛就是失敗 不是定愛是失敗 我說 定愛的意思是 待審 等待審理 等什麼審理 因為你台灣民政 台灣政府還沒有準備好 你就要準備好 如果說你夠贏 美國先說 我政權先行你 還給你 你敢接嗎 我們不是民進黨 我們不敢接 民進黨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接受 中國國民黨的政權 叫做中國的政權 你中國的政權 你接受以後 你是照他中國的制度去做 你不是照我們台灣人的制度 你不是台灣所希望的制度 你如果台灣人的希望的制度 是什麼 農業優先 勞工優先 漁民優先 你不相信 你有一天你沒米好吃 給你吃電腦嗎 蛤 電腦你能吃嗎 沒有用耶 手機可以吃嗎 不可以吃耶 各位 再來提上那個有機的食品 美國牛 坦白說 美國有比台灣地 毒素 比較少 台灣地的毒素 是四千杯 你都吃不知道 反正 南部的一些農民都說什麼 奇怪 台北人都逃不逃 我也是台灣人 我也是台灣人 但是我告訴你 我是檢查外學 很好耶 因為我生活很正常 我不喝酒 我不喝酒 所以你也要認真 不要喝酒 除了好的日子 喝一點點酒 不要喝酒 會喝酒的請舉手 都不敢騎手而已 都不敢騎手 走放下 不要喝酒 我跟你說 要做政府官員 要表率 不敢 那些飾量 我不會同貴公 喝的飾量 什麼叫飾量 一杯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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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行 哇 台灣人都學那個中國文化 學的一塌糊塗 黑到黑 不要 真的不要 那酒 不是什麼好味 不是 你看那個 我們的電視 現在都給你揹什麼 都給你說那個好吃的東西 經濟這麼厲害 大家都好吃的東西 很糟糕耶 我覺得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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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得很稀疑 這樣 台灣的 那個 那些 編劇都很差 都用我們當作 優甲 你不會覺得嗎 我們的編劇 為什麼不要找一些 大學 學系統 博士 他們寫不出來嗎 我像我寫的書都那麼好呢 對不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說 別說叫無水準來寫那一番無水準 這樣他給你看你賣掉了 我很期待就是看電視上 每一次你演無水準的都是台灣人 當事長都是中國人 你不覺得嗎 賺很多錢的都是中國人 你如果看演過一次 百分之七八十 我就覺得不漂亮但是他覺得很漂亮 他就賺很多 台灣人漂亮的都沒有機會 很糟糟 像一個外相媚林志玲 那是假的 不是啦 那是開玩笑 因為我是叫林志生 我剛剛講的是純屬開玩笑 不是真的啦 知道齁 好啦 我要告訴他 我是說台灣的演藝界線 我告訴他他覺得 他現在在給我們 蛊惑 蛊惑 迷惑我們台灣人 給你怎樣 給你喔 可以吃 可以睡 頭部都不會去想 他要給你這樣 對不對 你如果看 你跟現在年輕人這樣說的話 怎麼吃東西在那裡 你不覺得嗎 你不覺得吃東西在那裡 很簡單 他就是 我知道很多 我知道很多啊 所以 所以 就是變成說 就讓你台灣人的意志都不行 所以 後面吃東西 不用擔心 後面吃東西 我不會跟你拐 對 你會吃 讓你吃 你不要聽到 你不要聽到 我學校 每一個禮拜都驗尿 你又吃 你又吃看看 看到 馬上 你明天去報到 變成 一下就好了 一個我給你 保證說 他要做一個月 你做別母 不能心疼 好嗎 好 好 他們說很難戒 不會 變成就好戒 變成就好戒 我告訴你 好好 我告訴你 變成怎麼那麼嚴重 變成 一般是用皮邊 浸油 用皮邊去浸油 那它的長度很長 有那個尾欄 那個尾欄 絕對開開 那一個 在那邊看 差不多 兩公分左右 皮膚變兩公分 那嚴重 你知道嗎 它沒有浸油 所以它給你打 沒有細菌 所以呢 但是我給你保證 你一個月 你沒辦法平糖 你要倒下去 要打下去 你要打下去 你才沒辦法睡 所以 我們台灣 不是沒辦法改變 可以改變 台灣的社會 一定要先改變 尤其我們做幹部 我們各位都是幹部 我們的態度 你們各位也是一樣 你在外面都要做 要做什麼 你也要注意自己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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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要拜堆 你要拜堆 你不要想 貪小便宜 真的 你吃飯 還是貴貴貴貴貴貴貴 不管什麼 都貴貴貴貴貴啦 日本人 在通知台灣的時候 剛開始 也對台灣人很嚴格 警察 拿一支箱 哇 鐵子 但是大家都怕 整條街 只有一個警察 管就好了 現在不是 現在警察一堆 你咧 阿伯沒有牙齊了啦 你如果好大 你老百年牙齊齊 這種人不是死性就是變性了 所以我們這件事 第一項就是選擇 掃黑 你會穿的你自己繞出來 你把他代理圖裡面也是一樣 你讓我找到 你就改死 你會 阿我拿穿了不一定跟你打 抱歉 你有那個意圖 那如果有意圖 我們就跟我們的法院 我們又設一個法院 我現在要設兩千個法院 普通的法院 還有一種是什麼 軍事法庭 軍事法庭 設到以後 嚴長的馬上上軍事法庭審判 兩天就跟你解決了 要死性就死性了 還有一種軍事法庭審判幾十年 你不覺得嗎 那都 阿伯說那個軍事可以這樣 所有的現主持中華美國法官都都換掉了 好嗎 好 阿伯說很久了 我的青青都得多了 我的青青都很高 法官很多 但是呢 我沒有跟他們說過 不好意思 你中華美國法官我們不承認 你去那一趟 憲主席 看是我們要用日本的民地憲法 還是要用美國的憲法減刺 但是台灣的基本法 就要以日本民地憲法做藍圖 那美國的憲法幾條 七條而已 美國的憲法只有七條 那要有什麼 由最高法院的判例 來作為法律 那怎麼搞啊 以前 你如果沒有 破了就變成法律了 那不就很簡單 對不對 那就開始來講啊 你看什麼法律 要什麼做就講講完就好啊 就用一個軍事法定 不會說那麼久了啦 哇 紅包一個送來 會死的變不會死 不會死的會死 真的耶 中國人那個文化 真正是很討厭 我常常講 馬持商人 持馬商人 這句話就變得不一樣了 所以耶 各位 我們台灣要改的東西 實在說很多 你要看 你們去日本的都知道 日本的肌肉很清潔 我去日本讀書的時候 十幾年前了 我第一次最震驚的是什麼 怎麼這麼清潔 日本的米怎麼這麼好吃 我吃日本米的時候 我就把牌回來給我媽媽吃 真的啊 我每一次回來 幾個月回來的時候 我就牌米耶 為什麼 那米有夠好吃 我不知道你們吃得怎麼樣 我們台灣現在也有那種米 所以呢 我要向各位說 我們後面的政 要比日本的更好吃 跟比日本的更好吃 價值更高 老百都賺很多錢 我就跟你說過了 你如果做政府官 我希望兩杯三杯 我會給你薪水給你啊 要休憩還要休憩 要休憩還要休憩 我們現在 如果中華民國的 中國人 做大官 現在一陣 請台灣人來做傭人 做傭工 他們都在休憩 都在吃過子客 看報紙這樣 時間到他們領錢 這個報條 每個報條都有 所以我常常說 台灣人是做黑螞蟻 黑螞蟻的故事 知道嗎 知道 知道 好 這樣我不用說 我們不能做黑螞蟻 我再說一次 但是呢 我們也不說要做傭螞蟻 我們要平定 大家都平定 讓台灣變成一個全世界 最好的一個國家 這樣的時候呢 我相信我們後代會很高興 我們要給整個機機 不要說台灣人 不要說貪小便宜 絕對不要有報復 報復就是什麼 很富裕 在美國的房地產 要說變成富裕的人 沒有機會 真的沒有機會 我上台 第一次去美國的時候 我都說一說 我去Hawaii 好地方 這麼一個日本人 台灣人來 我來做房地產 我會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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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土地 開房子 我會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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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賺三%而已 想要炒地皮 不可能啊 美國這麼大 你是這個地方 把整理之後 你要去 人家旁邊就又去 所以 在美國來說 你要炒房地產 沒有可能 不像現在 房地產 都給人家 你去 自己去 有幾個月 有的會賺錢 這都不對啦 我反對共產主義 但是我 也不贊成社會主義 因為社會主義 是規定說 個人不能有財 這都不是我們 要做的工作啦 我很恨我們的總理啦 我告訴你 我演講一般 我四點幾點幾點 我從來不喝水 好啦 謝謝啦 我待會再喝 先喝 先喝 我告訴你 我也沒有吃飯 因為我在演講的時候 我很討厭吃飯 你想吃飯裡面有1公斤嗎 當然不一定要吃 但吃1公斤 走來走去 1公斤 走來走去 我才賣 所以我一般 我要演講 我不要吃飯 中午 現在也稍微吃飯 不好啦 這是一種習慣 我如果吃飯 那裡 那裡 乳洞嘛 肥都集中在胃部嘛 肚子就空空了 還賣掉 也賣掉鳳媽 所以我盡量 賣掉 感謝 謝謝 但是你不要再幫我碰一下 我有夠 我有講 這個 因為時間沒有很多 因為這期 各位 你們這期 算給美鳳關注的這期 知道這期我就接著電話了 喔 Raggio 你們不能用視訊 視訊我們不能承認 我沒有啦 沒有啦 但是這次就沒辦法 因為我們事先不知道嘛 所以呢 我說我視訊我常常去瞬啊 都很認真的耶 我說視訊 因為在視訊 那邊 第一時間 是 狀況 沒辦法協調嘛 沒辦法協調 所以 我跟他說 得到他們的諒解 說只有這次 下部為例啦 所以你們很好運 對不對 對 我剛才說一半 從1941年的12月7號去做珍珠港 我是認為他們不是偷襲珍珠港 是因為正式把統治美國國務院 你喔 我要向你 美國宣戰喔 慢了半個小時 那半個小時是怎樣 因為他的電波 翻譯的時候 時間被迫 下去 結果是美軍自己先知道說 他要封炸珍珠港 但是 他得到翻譯弁 日本的台債 這個翻譯弁 拿到 送去 慢了半個小時 那半個小時 美國國務院 非常熟悉 退回去 他說我不接受 你這個偷襲 我跟他說 第一次 第一次 日本人 做一點不對 其實 建政不會敗到那種程度 他有一件事情 他沒有做對了 對什麼你知道嗎 你要聽什麼 不會啦 對 他封炸的時候 他飛機 跟軍艦 打 真的沉下去 差不多四隻沉下去 有幾個都受傷 他沒有去打一個地方 不對 他的油田 他的油庫 那個油庫 是可以供應整個 這個太平洋艦隊 八個月的油量 他打 那一顆一湯一湯 很大湯 看得到嘛 他只能吃下去 再來 他的船夫 最準的那個 那種工廠 哪 只能吃下去 今天 美國 土土土 因為 美國是那個時候 全世界的武力 是燒第三立位而已 它是 恢復的能力 很快 你油沒有帶到 油沒有帶到 油沒有帶到 那時候就是 那個南雲 那個艦隊 艦隊長 因為就要 愛風 因為說 我派了飛機 去給他封炸 我飛機幾乎都沒有損失的回來 錯啦 他的第二次的艦 飛機 他派出去 他封炸他的油槽 跟洪宅他的船夫 我跟你說 今天船航的 真有可能就是美國 你將他那個 背鍋的油 都把他炸掉 你將他的飛鴻 做準的船夫 都把他炸掉 他沒辦法馬上飛鴻 這是明文 那如果那個人真的這樣 我說我們在座國 你不得了 派你去美國的酒店 我也沒聽美國你看 我就說實在 戰略錯誤 所以你後來 你美國 你現在要追中國戰略 你要怎麼問我呢 因為我在中國 也幾個年 我看得很清楚 我頭怎麼這麼好呢 他如果來問我 我就知道 他要把中國打到 所以我告訴你 中國人民的收入 哪幾三千塊到四千塊 美金的時候 就是中國開始造完 而且中國分裂的時候 現在已經千幾塊了 兩千千左右 很快進了 快要接近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台灣人要怎麼 要保持 保持 保持 我們的實力 我們現在 稍微比較多 讓你反映 你美國來占領 你美國來占為兵 你美國拿武器來 我們怎麼 好好賺我們的錢 好好向我們的收 我們好好的享受啊 你不用做兵 有這麼多錢 你全世界 大家也要帶台灣 我現在這樣說 他就不會來 什麼人不會來 美國 他不會 他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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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簽 國金山和平條 二十三條 很清楚啊 你如果不要來 我再給你 你不知道 一支筆的厲害嗎 那支筆是筆 母筆比較好呢 我沒有跟你騙 法論是你定的 對不對 美國你定了 歐巴尼你定了 你要不要遵從 要耶 所以那個筆的力量 你都沒想到 你都想要用那個狂籃 民進黨上海 叫你去市圍 去遊行 走到腳都要回去 南媽現金有不在乎 又去教會去出頭 回來說 那些人走不 各位有去做人家唱 都沒有 你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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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腳頭嗎 都沒有嗎 都沒有嗎 好啊 現在都沒有啦 現在都沒有啦 我跟你說 不用跟他騙 你日禮拜 你不去騙手 你不去騙手 沒有嗎 都沒有啦 都沒有啦 好啦 我沒有看 所以都沒有啦 我如果跟你問 你沒有去討馬英酒 沒有 什麼都沒有 奇怪馬英酒 七百六十八萬票 七百六十八萬票 我英文也會記得 七百六十八萬票啊 馬英酒啊 這麼多票 我跟你說啦 好啦 那都別人家的啦 你都沒有家啦 但受害是你啦 對不對 問題在這裡 你看 我們沒有去跟他家打票 我們去吃開 有夠衰呢 所以現在再來 如果再來 你還要去投票嗎 我 我告訴他 兩千公十萬年的總統 絕對沒有選舉 我幫你保證 這我敢說 但是兩千公十四年 我是不是能夠阻擋 有問題 因為是不是台灣人 美國要感言說 你四十一萬還沒有到 但是他要將政策交換 四千的我有把握 因為像這支三百三十個 我就很高興 很有把握 美國也看到有煩惱 你說 他現在開 他的業力說 視訊也不算 你是屬性你也不說 我就說你屬性也不說 法律沒有規定的不法 他又說了 後期就不可以這樣 剛才報到一次而已 因為我真的電話跟他說 欸 法律沒有規定的不法 你不懂嗎 他都笑出來 他說 視訊上課前看 我都沒有看不到啊 我說你看我就好了 其他都很認真啊 我說我上課你可以放心 不會有人打瞌睡 我說的都是法律 但是我告訴他 你只聽過絕對不行 一定要買新台灣論 我告訴你 你一定要買 沒有買的請舉手 沒有買的 沒有買 為什麼沒有買 很奇怪 你們看網路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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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你們會看網路對不對 你們看網路 你網路還沒看 你會偷偷看 我先跟你說 網路要看 同時 新台灣論拜託你要買 這很重要 因為怎樣 這個網路的東西 我們所說的 裡面的文章 都是最改新的 尤其現在已經接近了很靠近的時機 馬上要接政權 要跟美國人談判 你不能說坐 你告訴我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就站起來了 所以一定要很清楚 台灣的主權 憲主席要跟日本田農 那 如果日本田農 美國如果穩固 日本田農 將這個主權放在我們家的時候 日本田農 這個地位 因為 就像這個和平條約 第一條的米 將日本田農 他的管理 把他拖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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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拖起來的時候 所以美國人說得很差 他說 我美國跟日本田農建政 要解決台灣的問題 絕對要找日本田農參加 所以這個釣魚台 尖閣群島的主權 立場 我美國不表態 這為什麼不表態 因為就這個和平條約第一條 因為這個東西 要跟日本田農的 大日本帝國有幾個土地 有北方首都 北海道 本州 九州四國 琉球 獨島 台灣 澎湖 和新南群島 這是大日本帝國的土地 所以 很清楚 日本帝國這些土地 後來要怎麼處理 當然要靠我們台灣人 因為現在唯一 要是熟日本田農 直接 沒有直接 要是熟日本田農的 臣民的 是我們 所以我們的責任 非常重大 我們的責任 比日本人的責任 更大 日本人已經弄起來 日本人的大 已經不起來 因為賤術嘛 賤術後 日本人的大 都拔 不相信 他們現在日本人 你說你拔開看 沒大 我實在 我如果說 就知道 我如果說他們沒大 他們就起到要死 我說實在 真的他們沒有彈 那個大已經都拿掉了 但是我說 沒關係 你到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幫你移植 彈給你 所以我們要開一個便宜 膽移植專家 日本奉扎 奉扎 美國以後 選檢 這個選檢的時候 台灣在那個時候 日本也開始在1937年黃民化 然後1945年特別要記得 你來做了高級班 最重要的要記兩項 第一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第二 1945年4月1號 由於日本天皇在台灣實施 明治憲法 台灣按照萬國公法的規定 已經變成日本天皇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1945年4月1號 漸進結束是1945年的8月15號 1945年的9月2號簽署投降書 1951年的9月8號簽署 旧金丹和平條約 有51個國家簽署 其中有三個國家的國會沒有批 1952年4月28號 旧金丹和平條約生效 1952年的4月28號下午3點半 華日簽署條約 啊所以 林曼宏 不是林曼宏 林曼宏啊 林曼宏 國使館 那台灣人 但是中國是嗎 他說 日華條約已經把台灣 割給日本 胡說八道 旧金丹和平條約的二十 最後一條二十六條規定下 他說 凡是日本跟其他國家簽的條約 都不得超過 旧金丹和平條約的規定 旧金丹和平條約沒有規定台灣交給誰 一樣就不能交給任何人 很簡單 所以 因為 因為我們這邊太多人 我課就不能講那麼多 希望大家 禮拜 我們有上課禮拜 都可以回來聽 所以今天 等一下你看看第一告示 慢慢慢慢 我們學校都回來聽 你看外面的車都停了慢慢 等一下結束的時候 我講一次 分成四個梯子拍照 第一個梯子的請舉手 第一梯子 好 第二梯子的請舉手 第三梯子的請舉手 第四梯子的請舉手 OK 那你們都很清楚 第一梯子 跟第二梯子 請你下了課 馬上 到 那個 前面 進口的地方去拍照 其他去經理行李 但你經理行李不能太久 因為我們拍照是很快 四五分鐘就結束 那計程車 有11隻的 計程車在排隊你等 你呢 都最好四個人 坐一隻 這樣呢 比較不會浪費 好 我今天要送給這個地方 來 謝謝 請給你 走 請坐 請坐 各位 你們的畢業證書 這很困難 聽給我請坐 你們的畢業證書 在州長那裡